今天是十一月十日星期五 上午現在九點二 我經過粉嶺B7站去鄉原維口岸 我拍一拍情況給大家看看這段時候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的人流 比上星期五就不算多 暫時我不見他有車 都是排了兩行 基本上龍尾我都見到 我是路徑這裏 今天我就不會搭車 我拍一拍時間 人口 這裏城巴 龍尾一直長到這裏 都不算太多人 上次很誇張 上次去到火車站 可能沒有車才是這樣的 現在暫時都不見有車 我每次都說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長氣 這裏就是粉嶺火車站 A2出口 A2出口 即是前面那裏 直走過來便是 其實出口最近那個有79號K 那個都是去打鼓嶺 其實他都一樣可以去到鄉原遺口岸 他只不過過了一個行人隧道便到 但如果方便 當然是B7 因為一落車 上扶手梯 上兩層便到離境大堂 B7的車資 就是10元 而79號K的車資 就是6.6元 當然 如果60歲以上的長者 大家只有2元 B7當然會舒適些 龍尾一直伸展 因為沒有車的關係 龍尾就不斷伸展 現在一直這樣 都多人了 離遠見到駕車了 不是 這駕車是 是嗎 因為它 石戶虛 因為它上水總站 其實都差不多同一個站 下車的 變成這駕車都不是去鄉原遺 大家看看 現在其實都是 幾分鐘而已 我拍了 那個 人流排隊那個 已經去到很後 現在我這個位置都見不到那個龍尾 應該是小巴站那邊 看來都說 對啦 那輛車就不是的了 它上水的那輛車 剛才龍尾就在這附近 我都是停留了 現在差不多5分鐘 因為隨意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人流已經去到這麼誇張 現在已經去到前面了 其實沿著這條路 就可以去搭79號駕車 我也拍一拍 人流現在 這個B7 那個龍尾在哪兒 先看看 龍尾又是伸展到這裡 龍尾去到小巴站這裏 這個B7 都 因為沒有車就會這樣 如果是前面 就一直走到近火車站那裏 基本上粉嶺沒什麼街行 就不會過來的 我再翻轉頭先 這裏是龍尾 這裏龍尾 我看看看看有沒有車 今天是路過 我不是坐車的 都很多人 看有沒有車 如果沒有車 都 有一架車 我看到 看到一架車了 其實有些網友提供資料 如果是加班車 只是粉嶺火車站這個站 可以上到的加班車 因為這架車是由上水洗過來的 如果是其他的車站搭 如果是粉嶺火車站 它就會有加班車 如果是粉嶺火車站 如果是粉嶺火車站 它就會有加班車 雖然有一架車 但我好像都不見這些人去動 可能前面真的塞住很多人 排隊的時候 那這個 V7再拍一拍龍尾 基本上我就 V7拍到這裏 龍尾去到這個位 小巴站這些位 其實完完不絕 因為其實現在都是早的 有些網友都說 不同時候 現在當然早會多人 當然 因為大家都打算一早出門口 可以走多些地方 因為我自己試過12點 在這些位置 因為我回程試過12點 回來粉嶺火車 基本上沒有人排隊 即中午12點 當然 不同時候有不同人流 我都是反映現在的實況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我一直走 這裏就是搭79號機 這個位 我拍攝給大家看 因為我會走去粉嶺火車站那邊 即沒甚麼人排隊 這裏79號機 就是去打鼓嶺 其實那個行人隧道 就可以去到香園圍口岸 它都有指示 79號機 接駁車的 可以去到香園圍口岸 過條隧道 車支是6.6 不用排 對面那邊 如果有車 B7很快 視乎它真的會安排加班車 那想說 這裏上谷屋園就是粉嶺明都 這裏就是粉嶺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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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到火車站 拍攝出口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就是A2的出口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就是A2的出口 其實一出來 環境就是這樣 直走 B7便走到最後 其實出來 它都有 箭嘴 指示 B7 79號機 都可以去到香園圍口岸 基本上 我這條片拍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今天我只是報導B7的情況 因為我五個連堂口岸 因為上個禮拜都拍了 希望大家看我之前的片 大家可以留言給like 我多謝大家收看